冬瓜清热解暑,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今天用冬瓜分享一个营养好吃的做法 先把准备好的冬瓜去掉外皮 把冬瓜切成扇匀片 把里面的瓜然后也切就不要 然后把冬瓜切成薄片 切好的冬瓜片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把食用盐拌均匀 腌制几分钟,杀出冬瓜里面的水分 接下来浇好的肉馅加入姜末葱花 食盐五香粉,多些的生抽 适量的蚝油,少量的老抽 最后再加一些胡椒粉 把肉馅搅拌均匀 像这样挑起来能撑团就行了 撒过水的冬瓜洗掉上面的盐分 看冬瓜片已经变得很软了,把它卷起来 中间放肉馅 肉馅尽量放得多一些 填满压实 做好后一次的摆入盘子里 中间留的空再打入一个鸡蛋 水开上锅蒸10分钟 做好后把里面的汤汁直接倒入锅里 再加入生抽,小米椒,水淀粉和鸡精 大火熬着粘稠,淋在冬瓜上 这样做的冬瓜软的鲜香,好吃还不上火